哈囉大家好 我是Haya 今天要帶大家到微風南山去 看看藍瓶咖啡 在它還沒開幕之前 我一直覺得它的這個設計很醜 不覺得很噁心嗎 密集恐懼症的人應該會很害怕吧 小失望 這邊沒有賣咖啡 它只有賣它的周邊商品而已 我本來想要來這邊喝一杯拿鐵的 可惡 可惡 趕快開 打開 這裡地下二樓的美食街的選擇很多欸 一不小心就會不知道要選什麼 我們繞一圈了 真的還蠻多 而且都是在台灣一般地下街不太會看到的餐廳啦 就是一些比較異國風味的泰式啊 新加坡 日本之類的 可以來這邊吃看看 我覺得微風南山真的還不錯欸 我原本以為它會是一個很噱頭的百貨公司 結果發現它每一層樓都蠻有巧思 很有設計感 就非常多日式的品牌 不管是吃的還是衣服之類的 還不錯欸 大家可以推薦來 然後我之後應該也會搶來 不錯